今年来传统艺政逐渐受到重视 带起了一股电音《三太子》的风潮 在云林有一尊不随风起舞 一心一意在庇佑乡里的太子爷 今天节目就带大家到 西罗振兴社区的元帅殿 拜访这尊与众不同的金面太子爷 每天都在红红的时候 都没针到哪里走来走去 我去问他去想 经过高人秩序 就是审太子 太子在那里面对我们人 叫我们学宰 这是三十年前 太子爷来到西罗 与刘静峰夫妻结缘的开始 我们就跟秩序说 要在线那边找 一间没有点找 我又在家里 那个老闆在家里找一尊 拿出来 这尊就是算跟他人望中的形状 人家里面有点 后来就跟那尊与提供开工 拆在他 他现在 民间俗称的三太子 就是手持长枪 乾坤圈 脚踏风火轮的 中台元帅哪吒 一般所见的多为右手持枪的神尊 在元帅殿这里 我们看到的经验三太子 枪却是握在左手上的 当初让我们钓鱼的金鱼的时候 要求要他打手的时候 因此我们所看过的 太主要还是台湖都是真手的 一直跟我们去年回去 宿船合作以后后 看到里面开机的太主玩水 是金面打手之后 逢年过节 元帅殿也都会举办 里斗科宜 点灯 绕镜祈福等等庆典 广耀各地信仲 前来共襄盛举 我们9月9号重阳节 前一个礼拜 中堂也会选择一个地点 说要去哪个村庄绕镜这样 到他们村庄的平安这样 眼前这个圣杯 已树立三个月之久 一礼不遥 金面太子爷频频大显神威 神迹不断 是当地人最津津乐道的 众人的故事更是多到数不清 看到我爸爸的时候 真的我吓了一跳 我叫我爸爸他都没有回应 叫都不叫不行 然后我连忙转到北部 转到长庚医院 到的时候 医生要我签那个 变为通知 我真的都快崩溃了 真的都傻眼了 我说你这样完岁真的叫两万八 医生说你再慢个几个小时 你爸爸可能 来这里拜拜医院 我们在有信仲可以提供 那个文书的学部 完岁是很严重的 生心吃的 基本上都会有点感应 可以来保宅口小宅改喻 这个孩子算是贫固都软了 没责 我两个发现了 我才拿衣服来完岁收 完岁说 不然你尊心就对上庚团队 完岁学生给你帮忙帮忙帮助 奉太子元帅旨意 廖方以福田社为名成立公益团体 积极投入教育资源 协助清函子弟就学 照顾低收入户 更以太子爷为创意灵感 设计产品进行异麦 索德则全数用在地方公益上 像中小学的中学金可能会发出来 就是要回馈这些地方 要让这些主题 更好地设置 要不然出了好的人 我们庙首先是推出 我们金面太子开源主庙 以我们庙 我以为来规划出绿化 我们旁边就是道之意 我们可以搭配县政府下去 把我们元帅 跟我们云林县的农产品 推广全国 响应全国 让很多人知道 我们西螺人是很有热情的 而我们云林县的农产品 是全国No.1的 未来西螺元帅店 更将秉持太子爷的 圣训教诲与基罗扶贫精神 在地方发扬光大 我们把我们庄坛元帅的精神 发扬光大 把他的祭祀 救苦救难的精神 祭品的精神 推广出去 让一些不了解 我们庙的文化的人 可以深深刻刻的感受到 信仰是很重要的 元帅是很慈悲的 像网路上的评语 庙虽然小间 但是充满生轻慧 开祝您大佛友 赞 请不吝点赞